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而往往忽略了他们在情绪方面的照顾 世上情绪反而是儿童发展中相当重要的一环 但宝宝的情绪发展就像是捉摸不定的天气 这会跟你开怀大笑 下一秒又可能大吵大闹 于是爸爸妈妈对于该如何理解婴幼童的情绪 常常是无所适从的 想要帮助孩子的情绪发展 除了可以担任好的倾听者角色外 理解孩子情绪产生的原因 也可以从事有助于舒缓情绪的活动 来帮助婴幼儿维持正向安心的情绪环境中 近年来相当热门且话题十足的亲子共有 就是非常适合的一项活动 太有默契了 李君刚刚提的这个亲子共有的课程 我最近也被圈粉了 这个从零岁就开始的亲子课程 藉由爱上水 培养水中自救的能力 进而创造美好的亲子共有经验 今天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 就是亲子共有课程的推手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她是如何把这个在欧美流行的亲子活动 带进台湾 我们欢迎西游宝宝的负责人 蓝系 大家好 我是蓝系 我是台湾西游宝宝英幼游泳学校的 创办人以及教学总监 那我们大概有十位老师 位于台北市小巨蛋内 我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其实我听到蓝系的公司的名称 我一直都觉得非常的cute 叫西游宝宝 对 然后它这个很特别的地方是 这四个字代表的是 亲子关系非游不可 它的游不是游完的游 是三点水的游泳的游 游泳的游 我想要请蓝系来讲讲 为什么你会觉得亲子关系非游不可 因为你想想他们是在哪里受孕 在哪里成长 成为一个即将要来到这个世界的 要一个新生儿 那如果我们可以能够让它保持跟水的连结 而不是说我们一出生就来到这个陆地 然后我们可能两岁以后才去真正的游泳池 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对那个水的感受是真的 就会有一些疏远 那你开始在创这个业 以及你最初的理念 就理念刚才你讲过 那你这创业的过程是怎么样 就是你怎么去执行这整个创业的经过 其实就很水到渠成 因为我在英国 就是水 在英国我带小朋友 他们大概那时候才五六个月去参加他们 当地的一个最大的游泳学校的游泳课 那他那天回来就睡了五六个小时 我很开心 做了很多家事 对 那我后来 不会来吵你 不会吵我 做菜 对 而且是很健康的运动 非常 对 非常健康的运动 非常自然而然 对小朋友来讲 那就是他一个非常自然的环境 对 是 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想法去多了解一些 因为他的宝宝睡了五个小时以后 这个蓝星好不容易得到了五个小时的临近之后 就可以创业了 你看我们的创业 女性的创业 原来都在宝宝安静的时候 没错 可是我相信蓝星也做了很多的功课 对不对 听说你在英国也开始去拿到这个执照 对不对 我是在英国去 首先在一个英语游泳学校 OK 靠近牛津 然后我在那边 一边学习 然后一边他考他的证照 大概一年之后我才会回台湾 好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就有想要创业了吗 其实没有 所以也是水到渠成 就是自然而然 随着流走 随着流走 对 那你在英国是怎么跟老公相遇 老公是台湾人吗 台北人 台北人 可以追溯到前面两百年的家族 不是 郑重台北人 那你们一开始 你们那个游泳池是一开始就在小巨蛋吗 那是租的吧 对 其实我们刚开始都是在 就是去公共泳池 看看他们有没有四把池 四把池的水温比较高 那那个时候我们第一个租的是在淡水 海中天现在已经把它全部都变成平地了 现在已经是平地了 现在已经是平地 已经都成为历史 那他们正好有一个教学池 水温是适合我们宝宝游泳 那我们刚开始在那边大概两年的时间 才后来搬到小巨蛋 就可能也是就像她说的 刚刚好时间点到了 这个结束了就换下一个 但其实我觉得创业真的还蛮难 尤其是你做了一个是 很小很小儿童的失业体 而且是要跟父母一起 对 你像我 我的爸爸妈妈从小就觉得 不要去靠近水 对不对 那我觉得你现在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是打破我们 至少是传统的概念的架子 就是说很小就让小孩下水 同时父母也一起下去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难度蛮高的 那通常这个宝宝 到底是几岁可以开始下水呢 我们其实最主要的招生 就是来到我们戏 是零岁开始 然后大概两岁以内 刚出生就可以过去报到了 刚刚出生 那我们有一个叫做飘飘班 飘飘班 那它最小的其实才三个星期 那通常都是三个月以内的新生儿 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班是最安静 最自在 然后它们是最和水融为一体的一个班 所以真的越早越好 越好 但是抱着过去了 对 一定是抱着过去 不可能在里面游来游去 推着车子 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那种 亲子的一种关系 就在从一开始零岁的时候 刚出生就可以在游泳池去做建立 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最棒的亲子活动 这个毫无疑问 我一直就是不遗余力地在推广 没错 可是我不太清楚 就是说我听蓝星这样讲 我当然非常理解你说的 我们就是要把小孩的这个学习 放在一个属于游水 就净润式的学习环境里头 可是我会觉得像你强调 爱上游泳一点都不难 可是像我的这个思考逻辑 还有包括我的学习过程 我就觉得爱上游泳好难 这是比登天还难 就是我觉得 就是怕水的人怎么去克服这件事情 再加上我可以理解 就是你现在讲的推这件事情 也跟我们过去的 台湾的一些经验值有关 因为其实台湾的那个 就是好像溺水的事件还蛮多的 那我并不知道说 你通常怎么去推广这件事情 让大家觉得说 爱上游泳真的不困难 我会觉得为什么你会害怕水 是因为刚开始就是你少了一个机会 可以跟水做个连接 当你比如说想要再跟他去做连接的时候 你会心里有很多很多自己的一些 可能是父母给你的一个 对水的那种没有特别好的感受 可能是周边的朋友也没有特别喜欢水的 所以我们要从那个角度再去切入 我怎么样能够爱上水 我觉得其实难度蛮大 那如果他可以能够非常自然而然 我们说亲认识 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要去学习的事情 就像宝宝要走路 你觉得他会说我要去学走路吗 他会看到他都会走路 那我一定要把这个技能给掌握 那我们如果能够每一周带他来我们的泳池 你就会发现就是很自然而然 可是你怎么让我怕水的人 父母愿意每个礼拜都过去呢 我会觉得啦 因为我们过来的时候 其实正好我觉得也是台湾父母 应该是说有一部分父母 他们有 对 像我们小时候父母就说 水中水危险不要靠近 对啊 对 而且你去玩水回来会被打 对 就是我们就在这种环境之下 真的枉费我们在这种岛国生长 对不对 那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个案 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我们其实很多家长怕水 对嘛 然后很多妈妈 我不会是那个例外的 都不会游泳 我甚至 因为我们有一些动作会是亲子共游 我需要了解就是你的游泳程度怎么样 你会发现 零 没有 零的是一部分 但是我觉得还有不少是很爱水 因为毕竟他就是在导火 那蛮多家长是因为他们不会游泳 因为他们对水的那种害怕 或者是说他们的一个不了解 就害怕 对 他会希望他的小孩 不要有这样子的状态 对啊 我希望我的小孩会游泳 但我不需要下去啊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所以我们很多 不是吗 对 所以我们很多家长 丢给教练就好 对啊 说可不可以丢给你 那我们其实真的也不是完全只是想 教小孩子学会游泳这个事情 我们希望家长可以通过陪伴孩子在水中 他可以能够理解 其实水是那么的不一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我们没有水 我们是人类没有办法生存 那我们身体之内7%都是水 都是水 对 我们每天都要喝很多水 才可以身体健康 那我会觉得其实我们还蛮多的妈妈 因为小孩子 她重新去找到跟水的连结 她自己去学游泳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我觉得想要克服的应该是大人吧 譬如母亲我 如果要带着小孩过去 第一个我今天要克服我自己 我怎么样都要觉得 我自己叫的是你不是小孩 对 一定大叫的是我 然后我也不愿意换泳装下去 你们一定要穿泳衣下去吗 一定要穿泳衣 你们是标准的游泳池吗 我们是在市政府有立案的 然后在全台湾最小的游泳池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是为婴儿游泳而打造的 所以我每次上课的时候 必须旁边要有一个救生员 救生员 就是不是救小孩可能要救我这个答案 其实我们很多家长 因为看到她的小宝宝在水里面 是那么的自在 自在 那么的快乐 他们就觉得水还好 怎么样他就游出去 对 原来他就觉得水还好 其实水没有可怕 我觉得其实我们做父母 我们都做父母 应该知道小孩子可以教我们很多东西 是这样 我觉得兰西的这个逻辑跟理念 我觉得是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一定要克服对水的害怕吧 我觉得倒不一定是游泳 而是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有难度 可是你的手头上的个案都显示说 在游泳的过程中 小孩学到的是什么 就是好像小孩学到技能了 可是家长可能学到一种坚持 然后克服自己的困难 我觉得真的好难得 我们为这个其实做了不少的一个叫做宣导 宣导 对 一定要的 我们一直跟家长讲 我可能要看一百篇的文章 我才有勇气 应该直接把它带去就对了 对 不用想 其实你不需要游泳 因为我们的游泳池就是一米一的深度 我就站在那边就对了 不是 站在那边 你要走动 可是不是游 你不用游 你就是要走动 你要带着宝贝 因为它比较小 所以其实你在水里面 你会需要蹲低 肩膀以下在水中 这个你OK OK 然后所有的地方你都可以踩得到地 踩得到地 对 因为它的只有110而已 是 其实我看到 兰希好像有分享很多的影片 真的是小baby就可以在水里面 而且是睁开眼睛的在游泳 而且它就可以自然的这样子呼吸 它到底在里面 它就可以自然在里面游泳就对 你完全都不用去感性 这有小孩没有教吗 那么小的小孩需要教吗 还是这是它的本能 它的本能是可以在水中憋气 不是呼吸 对 在水中憋气 那它眼睛打开 那是它也是本能 对 可是 我的本能 真的眼睛打开 在水里面这样游 我看了好感动 而且我觉得可以跟一些家长 然后能够一开始生长的过程里面 就有这段的依附关系 我真的真的太感动 我觉得蓝希真的做得非常棒的事 我觉得好厉害 对 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 而是我小孩这么大的时候呢 我现在只能推广而已 希望有更多人 Livia说她一定会 等我孙子 对 对 一定要等到我 有一天当阿嬷 没错 对 我一直在等人 其实也有很多是 靠阿公阿嬷带过去的 蛮多的 蛮多的 因为有些父母要上班 但是我们会鼓励爸爸妈妈到水中 去陪伴孩子上这个课 对 所以她不是亲子共有 她可能是就是三代可以一起游吧 因为阿公阿嬷也下去了 阿公阿嬷通常他们就是会来帮忙 带班 或爸爸妈妈如果很忙碌的话 她就带屁一下 好特别 那Mivi如果像这样 一个亲子共有的 这个创业的这个蓝溪 你应该给她移到什么样的料理 最符合蓝溪来使用吗 因为我觉得蓝溪一直在推广的是一个 亲子共学 那我觉得在料理部分 也很适合亲子去共学 那我很喜欢那种 亲子一起在厨房里面 一起做一些水饺 我觉得我第一道菜会开始跟妈妈 爸爸妈妈一起去做菜 其实就从包水饺开始 所以我要介绍的这一道就是 蒸饺 而且是一个树的蒸花饺 对 非常棒 好特别 对 她是一定喜欢的 对 而且Mivi Vivian特意穿一件 海水一样的颜色的衣服 是的 蓝色的 好搭配 是 好 那我们就来上这道料理了 花树蒸饺 先将青姜菜起尽之后 先切细丝 再切碎 记得盐巴下去之后 充分让水去掉以后拧干 再将黑木耳切水 香菇泡软之后 也切细丁 九层塔 依序的切成细末 粉丝泡水 等它软化之后 捞出将水瀝干 再把它切成细碎 再将花椒磨成粉 当然我们的棕子也要烤香才会香喔 接下来我们来煎蛋皮吧 准备一颗蛋 放入我们的调味料 煎好的蛋皮 一定要等到它冷却 再把它切成细末 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全部的混合在一起 记得水分都要拧干喔 加入一点香油 还有我们的调味料 盐巴跟花椒 哇 这样子就超级香了 最后才放入松子 以免松子不会脆喔 将所有的材料放入水饺皮 记得要沾一点水就可以包出完整的蒸饺了 锅子下面放水 煮开了之后再把蒸盘放进来 记得蒸盘上面要抹一点油 以防粘黏喔 接下来冒烟蒸五分钟 加上我们的沾酱 有嫩姜丝 醋 酱油 还有油泼辣籽 搭配我们蒸好的素蒸饺 完美的花束蒸饺 超级好吃呢 好 这个就是为大家准备的花束蒸饺 好 我觉得真的比煮水饺还要好吃 所以你觉得里面你是说那些 对 就是你的馅料就可以拌进去花椒粉 后来发现真的九层塔跟青江菜还蛮合的 对 蛮合的 对 那青江菜就切好之后 用盐巴稍微撒清一下 然后吃起来就有那种脆脆的口感 南希 欢迎你下次再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一定要 好 谢谢你 谢谢 那我们下次再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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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